大家好,接着给大家聊这个超级间谍金无怠 2018年3月中旬的一天 我走出设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燕京大学校友会的办公室 低头看到手机上出现了一篇推文的题目 最强间谍墓碑惊陷北京 已有大量的读者就随手打开看了起来 还没报时间呢 现在是2020年的8月12号周三 西班牙时间下午18点20分 这个是燕京大学校友桥秋色 燕京大学就是北大 文中说的是作者在北京香山玉黄顶 看到了世界情报史上的超级迷人 就是金无怠的墓碑 碑上的名文清晰可见 是金无怠的女儿叫金美石 美丽的美石头的石 儿子巨石巨大的石头 鹿石梅花鹿的鹿石头的石 所立 这个署名确切 金无怠不正是我父亲 钱辛波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吗 在我父亲的相册里 其中有一张照片 就有金无怠夫妇身在其中 金的墓地不是在美国旧金山的 奥塔玛哈墓园吗 后来著名的苹果之父啊 就是乔布斯啊 乔布斯也安眠在同一个墓地 金的墓碑怎么会出现在北京呢 这个有一张合影啊 是金无怠的弟弟叫金无骄 就是中间最高的这位 最高的这位男性 其他大部分都是女生啊 只有两个男生 最高的就是金无怠的弟弟 金无骄 这是1950年 他们和燕京大学同学在 在北京合影啊 金无骄是金无怠的弟弟 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我曾听父亲说起过金无怠的名字 那是1990年 父亲负责编辑燕京大学 41学号 同学入学50周年纪念文集 所有文稿我都帮着看了一遍 父亲对我说 其实还有一些40学号的同学 也和我们在一起上课 比如说金无怠 他就是40学号的 40学号应该指的是40年入学吧 是这意思吧 入学比我早一年到成都 赴校上课 却比我晚一年 我和他交往不多 不过那时候的金无怠 是很积极的 思想倾向进步 他所说的一个进步 就指的是偏左啊 偏红色 父亲对金无怠的评价 我记得很清楚 这有一张他们的合影啊 有金无怠 前排从左边起 这位女性叫沈明霞 然后这位男性叫徐元约 然后第三位女性叫程佳音 第四位露半张脸的 是金无怠的夫人周锦宇的脸 只拍了半边 后排从左边起 是三位先生 最左边是苏传旭 然后是王公立 然后是金无怠啊 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 1982年前后 照片中的人物 除了金无怠的夫人周锦宇之外 均为燕京大学的校友 这个是金无怠啊 这个红色领带的 露半张脸的金无怠的夫人周锦宇 其他的是他的同学啊 1982年左右 当时我对金无怠一无所知 没有深问下去 错过了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 后来才知道金无怠是中外情报史上的 一位罕见的人物 根据金的夫人周锦宇的回忆录 我的丈夫金无怠 这本书是1998年台湾东皇文化 东方的东 皇帝的皇啊 东皇文化事业出版公司出版 以下略为周著啊 下面再提 就说是周锦宇的书 周锦宇的著作啊 就是回忆他的丈夫 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啊 1985年的11月27日的下午 美国联邦检察院提出对金无怠的起诉 起诉书指控金无怠从1952年起 其实应该在时间还在往前 可能从1948年 但是可能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撑啊 从1952年起至1985年的30多年间 大概33年左右啊 实际应该是37年 向中国大陆方面提供情报 保持接触 涉及国家安全 因此不能保释 要立即转入监狱 1986年的2月 法院的陪审团裁定 对金无怠所有17项指控的罪名都成立 其中包括6项间谍罪 定于3月4日判刑 此前金无怠希望妻子向中方通报 希望希望能和被关押的美方情报人员交换 以获得回到中国的自由 但是这条路不通 就是中国外交部当时的发言人李兆星 否认金无怠是中国大陆派到美国的间谍啊 说不认识他 没这回事啊 金无怠在宣判之前的1986年的2月21日 也就是被捕后的三个月 在美国佛吉尼亚的监狱里 用一个装垃圾的塑料袋套头 严及脖颈 就是从脑袋上 脑袋瓜子一直到脖子全套上了 再用一根鞋袋系紧 其实这个还是有漏洞啊 有漏洞 据说他死的前一天 有一个美国当地的中文媒体 当时主要是报纸 一个记者去采访过他 后来事后有人说 这个记者可能是替 有关方面向他传达了某些信息吧 促成了他的自杀 当然这都是猜测 然后他采用窒息的方法 你看还有一根鞋袋 这还是给他留下的一些问题 另外这塑料袋哪来的呀 是吧 这个监狱的管理有问题啊 采用窒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啊 十年六十三 他做的非常的决绝 本来在呼吸困难难忍之际 只要用手指捅破塑料袋 就能获得氧气 但是他没有抓住早餐后仅有的将近一个小时无人监控的时间 他就想死 他一心想死了 下决心了 那时候还没有普及这个摄像探头 就这监控探头啊 还没有普及 他走向生命的终结 将所有能带走的信息都带走了 他的死亡原因 通过法医的解剖 得到了证实 得到了证实 他的儿子是医生 是解剖的见证者 承认解剖结果 十二年后 金无怠的夫人周锦宇出版了他的回忆录 他在书中说 成婚二十三年啊 在一块过了二十三年 对金无怠从事情报活动 妻子毫不知晓 这也使他没有受到金案的株连 他向读者提供的只能是两个方面 他所了解的金无怠 还有金无怠 在被拘押期间写给他的书信 这个是金无怠的一个同学 叫钱新波 是刚才我现在我正在读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的父亲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钱江 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 简而述之金无怠啊 肯定列明世界情报史上最著名的潜伏者之一 潜伏时间长达37年之久 而且进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系统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由于安全部官员余强生的叛变 如果没有余强生他还能潜伏呢 将有人潜伏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 透露给美方 使得金无怠最终被捕 在证据面前 金无怠知道无法掩盖 最后承认为中方提供了情报 于是引出了轰动的新闻 在金无怠的字述中啊 谈到了燕京求学的生涯 燕京大学要燕大 这个金无怠是1940年 考入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学生 可由燕京大学的档案证实 在燕大的入学登记册上 金无怠还有如下的信息 他于1940年注册于燕京大学法学院 括弧新闻系设在该学院 新闻系当时附属于法学院啊 籍贯填写为广东南海入住一楼宿舍 1940年燕京大学的入学登记表 第五行 第五行 这个写名金无怠 学号为40353 考入新闻系 入住一食堂 食堂不是吃饭的地儿吗 怎么还有一食堂啊 然后住所有的写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一食堂二食堂啊 你看他们的那个班级 班级有物理一 法院一 物理二 化学四 新闻二 化学研 化学研究所啊 教育三 数学二 这一楼 从40057到 39041啊 什么338082都有 金剑中 晋鸿基 金克刚 金宗党 金吴代 秦赵新 秦记 秦熙炫 秦国兴 秦 还有姓秦的 秦郡什么 看不清楚 求 求顶福 卓富来 周家良 周锦忠 周锦昌 还有姓秦的 我知道有个叫秦本利的 就是皇上说秦子 那个秦 秦本利 这个1989年 那个学潮的时候 上海叫世界经济导报吧 那总编辑不叫秦本利吗 当时江泽民在上海 后来就把这个报社的人 整个全撤了 主要撤的就是秦本利 他是总编辑 当时这个上海经济导报 在北京也有他们的办事处 好像就在故宫和中南海之间 景山附近某一个胡同里 我认识一个老爷子 他有其他的工作 但是 他也算名人圈文化圈的人 也是学术圈的吧 他就给这个世界经济导报 就是六四吧 直接说六四 后来被整肃的六四前就被整肃的 这个世界经济导报 他在北京帮他们拍照片 后来他拍了很多照片 包括去天安门广场等等的 拍了很多照片 最后他都 因为他是人家聘的 聘的大概属于摄影记者这一类 他把这些照片都寄到上海去了 后来是否发表 应该大部分没发表 后来这些照片那会还是底片吧 胶卷胶卷 怎么处理的他就不知道了 后来这老爷子 这个学潮结束之后 他跑到辽宁 本西一个钢铁厂 在那儿 那个钢铁厂是建厂多少多少周年 一个庆典 他到那儿给人家做一些美术啊 装潢装饰啊 庆典的筹备啊 搞那个工作去了 但是他回到北京之后 派出所也找过他 他把那风声躲过去了 等他过了两三个月回来 北京的局势已经降温了 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的风声鹤唳了 这个同时啊 刚才说的是金吴黛啊 还查到了他的小弟弟 金吴焦的入学登记 他于1948年 考入了燕京大学的经济系 毕业后到中国银行工作啊 Bank of China 周锦宇回忆录中 附有他撰写的金吴黛小传 其中说金吴黛告诉他 这个说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裔 他们还是满人啊 金吴黛 对有很多这个姓金的都是满人 是吧 因为爱心觉罗嘛 爱心据说就是金 觉罗是山 像满人还有什么 伊尔根觉罗 墨尔根觉罗 觉罗就是山的意思啊 爱心是是金 其实这个爱心啊 在古代就写成暗台 暗台就是阿尔特 阿尔特就是黄金 就是阿尔泰语系啊 新疆的阿尔泰山脉 就是阿尔特 阿尔特 读快了叫阿尔特 阿尔特 阿尔特就是爱心啊 你看那个有很多人的名字 你看那个大辽国啊 契丹人 有一个皇帝吧 叫耶律阿宝基 那个耶律阿宝基 这个阿宝基 有人说就是后来这个 图尔沪特 从这个俄罗斯福尔加河下游 快到离海了 这一带 最后俄国的叶卡杰琳娜 女沙皇欺负他们 他们由万里东归回到中国 领着他们回中国的 他们的韩叫沃巴西 沃巴西和大辽国的 耶律阿宝基的阿宝基 是同一个词汇啊 好了啊 接着读这个周锦宇啊 金无怠的老婆的回忆录 说金无怠说了 说他是努尔哈赤的后裔 这个后裔还是他的属下 还是他的部下 这个有点模糊啊 这个祖上作为清军的一员入官 这个入官这批人 现在比如说在北京 北京不是有齐人吗 叫京齐啊 在北京的齐人叫京齐 京齐他们有个说法叫从龙的 从龙皇上不是龙吗 跟着龙来的啊 从龙的 从龙入官的 这个清朝康熙年间 他的祖上从北京奉命到广东 镇守边关 所以从此落户广东南海 因此这家人也称祖籍为广东南海 金无怠的父亲叫金梦仁啊 孟子的梦 这个仁慈的人 曾经留学法国 法国 法兰西啊 回国以后 担任由法国人创办的 平汉铁路局的一个处长 他有两位妻子 原配姓陈 生长子叫金无病啊 获取病金无病 侧史 后来又取一个啊 侧史吧 就是妾吧 姓杨 生下长女叫孔章 孔章啊 金孔章 然后下面又生了仨儿子 分别是金无忌 金无忌 百无禁忌嘛 金无忌 然后金无忌 不懈怠 赶紧搜集情报 多多给中国大陆送 最小的儿子叫做金无娇 就是他的父亲金梦仁啊 俩太太 四个儿子一姑娘 金无忌 英文名字叫纳瑞 无怠金 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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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怠金 1922年的8月17日 生于北京 当时只有长子啊 金无病 随父亲 住在城内 霞公府 霞公府 他写的是王府井附近 霞公府是哪啊 北京饭店 大家知道吧 北京饭店后身 北边那胡同 就叫霞公府 其余的子女四人 都住在西郊的香山别墅 为什么住在香山别墅啊 为什么这长子跟他爸住城里啊 他不是一个妈 实际上他有俩家 他有俩家不在一块 在一块俩媳妇容易闹矛盾 然后在西山碧云寺上小学 此后 均到城里上中学 金无带 就读于北京东城的大同中学 哎 这大城大同中学 回头我查查在哪啊 毕业后第一次考燕京大学 没考上 落榜了啊 这个郭德纲的徒弟 那个郎赫颜不是说吗 考了600多分 落榜了 那年的录取线是1万啊 开玩笑 考上了辅仁大学就读一年 辅仁大学就是那谁啊 英达 他们家的老祖宗 搞的那个创办的辅仁大学啊 就在石刹海西边定复街 解放后 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占用了很多年 第二年 他又考就是40年 又考这个燕大的新闻系 这回考取了 金无怠对燕京大学有深厚的情感 他们那个教育长应该是司徒雷登嘛 他在1985年的12月圣诞节的当天 给妻子的信中说 无论多么艰苦 指的是金无怠 就读成都燕大的时候 当时 为什么在成都啊 因为日本人来了 他们就往大后方迁移 依靠贷学金 相当于贷款啊 并兼做家教 燕大给了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知识和教育 后来解放以后搞过一个叫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之后 其实很多大学他们很多比较精髓的东西都慢慢都没有了 没有燕大的赐语 我是一事无成的 学校迁四川后 我只身赴四川成都继续学习 但两年后辍学 抗战胜利后 再回到北平燕京大学完成学业 如果他老婆啊 这个 这个周锦宇啊 引述的金无怠的叙述真实 他应该是1947年的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但是查阅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名录 在1945至1948的四年间 没有发现金无怠的名字 这个挺奇怪的啊 我的父亲钱新波1945年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 当年该系的毕业生14人 然后46年新闻系13人 47年15人 48年12人都没有金无怠的名字 这个周锦宇的书中关于金无怠的大学毕业时间的记载存疑 也许他根本就没毕业 这都有可能 周锦宇写道 他在成都读完两年大学课程时 英国军事代表团招聘翻译人员 投考被录取 派到广东 一年后抗战胜利 考取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 所属的福建广播电台 任国语播音员 他要是北京人 他说国语 说普通话应该还是比较流畅 1947年 他在上海考进联合国救济总署 联合国救济总署 二战以后在中国 开展了很多救济难民的活动 1948年 考进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1949年 随美国总领馆转往香港 1951年 他被派到韩国 担任战俘营的翻译官一年 1952年 由韩国返香港 陆经日本东京 考取在冲绳岛 属于美国国务院的 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局 英文简称为SBIS 开始在冲绳岛的分局服务 此后金无怠到美国 进入中央情报局 CIA系统工作 直到退休 周锦宇在书中描述了金无怠 在燕京大学的生活 读大学时 为了把握学习时间 他课外活动全部参加 包括交女友 他认为对他来说 这些都太奢侈了 他只能专心于学业 他能唱南低音 又能唱南高音 于是团契 团契啊 就是基督教的活动啊 约请他参加 他在唱歌方面 又表现了他的特长 满脑子只想好好把握时间 在难得的有名的学府完成学业啊 这就是这本书啊 这个周锦宇的书 为说明这一点 周锦宇的书引用了金无怠 从监禁中寄出的家书 其中说 那时除了努力念书 和赚些和间歇工作 兼拆兼职 虎口外 我几乎什么活动都不参加 我也不喜欢和同学交往 连同学们约我去参加 学校里的团契活动 我也不乐意 想的只是毕业以后能做什么 什么时候能回北京去 1943年啊 金无怠到成都燕京大学继续学习 这时候 他的父亲金梦仁已经去世了 家境大不如前 他只能是知身随校入川 准确的说 金无怠告别了母亲 知身义人 作为学生入川啊 身陷淋雨的他 在监狱里的他写信给夫人说 当时他身无分文 兜里边不是干净啊 兜比脸都干净 一边念书 一边做点家教 靠学校的贷金 就是贷款啊 日子可真不好过 可是我忘不了母亲唯一的嘱咐 无论如何要读书 因为记得父亲对我说起的金无怠的情况 又知道燕京大学在成都副校 是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大后方的燕京大学的教师 合作努力的结果 没有组织在北方的学生集体难迁 因此金无怠之身义人 从北平来到大后方成都 可以采信 就是他这说法啊 值得信赖 应该是真的 金无怠在成都燕京大学的表现 金无怠在大学期间并不是一个活跃人物 因其身材瘦高 同学还为他取了个戳号叫刮了扁 刮了扁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北京方言 就是螳螂 刀铃吧 叫刀铃 我们管那叫刀铃 也有人管那叫刮了扁 是吧 大家知道你刀铃吗 唐碧当车那刀铃 就叫刮了扁啊 如今金无怠早已作古 他的历史全貌将随着时间的潮水慢慢退去 而逐渐的显现 当然这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无意亦无力全面考察金无怠先生的历史全貌 但既然校友前辈委托我编辑的文稿中 含有保留燕京大学史料的责任 我有义务做一些努力 为燕大期间的金无怠留下一些历史记录 或许将来会有人考察到这些血泥红爪 虽然知言片语 毕竟是全报一般 这也有一位认识金无怠的真漂亮 这人啊美男子 这位啊 戴着应该叫学士帽吧 还是博士帽 我分不太清楚啊 这是上世纪40年代 从燕京大学毕业的 这个人叫祝寿涛 好吧 先聊到这啊 谢谢大家 请大家帮我点赞 转发 拜托